糖尿病如何用药? 马卫国内分泌科副主任医师 糖病的口腹药物治疗是糖尿病的一个治疗的一个方面之一 在饮食运动技术之上 如果需要控制不佳的话 我们需要加用口腹酱糖药物 口腹酱糖药物 那么我们现在大概有一下几类 第一个是双肝类的酱糖药物 代表的药物比如说二甲双肝 其次是黄尿类的酱糖药物 黄尿酱糖药物比如说是 隔类本药、隔类美尿、隔类奇特等等 这些酱糖药物 像是阿尔法糖尿病抑制剂 比如说阿卡波糖、福格列波糖 还有一些比较新的酱糖药物 比如说Db4抑制剂 比如说我们像希格列丁等等这一类药物 还有JRT2抑制剂 比如说达格列劲等等这些药物 这是一些比较新的酱糖药物 它的作用也比较好 然后具有心血管的一些保护作用 那么注射这一类主要是胰岛素和JRP1类的药物 专家提示 1.双瓜类药物 代表药物有二甲双瓜等 2.黄尿类酱糖药物 代表药物有隔类本药、隔类美药、隔类奇特等 3.糖甘梅益治剂 代表药物有阿卡波糖、福格列波糖等 4.目前新的酱糖药物 如隔类厅、达格列劲等